一般正常人都会讲像于天这种话 他说是我就会建议他 把违建就拆一拆 干脆拆一拆让侯友宜去处理 结果赖清德死不拆 那结果故事越来越多 然后越说越丰满 包括这个蔡文元有提到 就刚刚两位有特别在讲了说 这到底是搬家呢 还是又新买了一块地呢 不知道 因为这个老家工地 工僚地址是31号 那么现在这一栋是84号违建 当年是矿商的办公室 如果新建房屋 根本不是小时候的工僚原址 胡说怀念父亲就太矫情了 蔡委员是这样认为 所以那所以勒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是真的是 刚才洪林讲的很好 他就是要情绪勒手 自己勒手不成 找大地里长出来 那为什么说非都市化的土地 要去做处理这么困难 我相信赖清德自己很清楚 你知道吗 你以为台湾的非都市 是计划的土地的使用的 一个调整的问题 只有矿工的住宅吗 那可不是啊 不过汉田北投有多少 对对对对 有多少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根本就是一个 没办法处理的 那没有办法处理的 你不能假定可以处理 所有的违建可以留着 因为如果说因为程序问题 你政府政策稍微调整一下 我这个建物就可以变成合法的 那大家一起说好吧 将就一下法律之外有点人情 可是现在不是啊 你1月13号以后 你说因为这样弄一弄 就可以通盘检讨 不可能的事情啦 你只要送到通盘检讨 有多少人会来要求 温泉区 有没有 那个外面的土积城 对不对 还有那个云林咖啡 那苦村咖啡上面的 还有很多的农舍 所以全台违建 也都可以比照办理啦 你知道有多复杂吗 对啊对 所以不要这样情绪勒手 你以为那个 人家在干个土积城啊 那个有很辛苦去经营的 防止还没有你漂亮啊 对不对 你要这样考虑啊 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问题 那为什么政府一直不敢往前推 因为它毕竟叫做非都市土地 如果你把它变成都市土地 更加严格我跟你讲 更加严格 那你还是留在非都市土地好 因为非都市土地税率比较便宜 老百姓负担的 比较容易负担得起 可是非都市土地的维建 我跟你讲还有什么 还有寺庙我跟你讲 你动不掉台湾 看见那个礁有那种寺庙 那信徒可多了 你记得我要求合法 你怎么说 他说我这土地公啊 多久了 几百年了 有啊有没有这种情绪 有啊有真的是有 日本时代很多土地公庙 什么这个公那个公 戴天寻守府 很多这种庙多得很 都是非都市土地 你要不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所以今天他选总统 他就是要建立一个 我是一个守法公民 才能选总统的形象 你不能说 我是违法的公民 我来选总统 你们大家投票给我 我情绪勒索 因为我小时候 违法为惯了 所以你们大家投票给我 怎么说什么 怪嘛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宇天讲出民进党的内心话 是吧 真心话 对 真心话 你就比较厉害了嘛 疼疼疼 就没什么事啊 疼疼疼疼疼 一下子想练爸爸 一下子妈妈照顾 对不对 一下子我小时候很可怜 铁皮肤 你今年几岁啦 你六十好几啦 还在卖弄这种小时候 难道你要拿个棒棒糖 在那边哭吗 对不对 不要这样搞嘛 你想选总统 就要像个总统的样子嘛 你现在哪像 对不对 当然了你说情绪勒索 有没有有用 还真的有用 所以他就是 可是我们选民要很理性 来看待这个问题 好 土地是你持有的 合法的 现在问题的建物是非法的 那你的建材很明显的 不可能是民国七十几年建材 一定是最近的建材嘛 不可能民国四十几年建材 当年没有那么好 这建材都最近了嘛 这种建材一看的是新盖的嘛 那你非法的怎么可以新盖 对 你看多少建筑物加盖 增建 还有新建 通通被拆 人家那个 你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铁路东移 人家是合法的房子 一下子一夜之间变非法 你把它拆掉了 你现在是非法的房子 你想要情绪勒手 我很可怜啊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子啊 你当今的什么副总统 你还跟我讲可怜 你家祖焚生烟啊 那你说龙麦 龙麦土地也是你的啊 难道房子是龙麦不成 我只听过土地是龙麦 没听过房子是龙麦啊 对 对 就风水学上讲 这个房子拆掉了 那个龙麦还是龙麦 龙麦还在嘛 土地还在 还是你家的嘛 我说不能捐啊 不能捐嘛 捐了龙麦就没了 捐了龙麦就没了 你蛮懂风水 所以 一个国家要往前进步 就要考虑对所有的 高级的 政治人物 对于法律的 守法的要求要越高 如果你今天啊 是选个里长 那个什么 谢里长 我们才懒得管你啊 对不对 懒得管你啊 人议员 坦白讲 人议员都懒得管这种事 只要没有太过妨害 社会大众的公众失误 他不会去管你 可是你总统 要不要做大家的示范 那以后你去拆 那个伪剑龙社 哎呀我小时候做头 很可怜啊 我每天一大早 都要损残水啊 对不对 天没有亮我就出门 你还要拆我房子 就新盖了 为什么不能新盖 赖金德克 为什么不行 哇你有完没完 还有土积城 全台湾土积城有多少 你不要也知道 台北是有土积城 台北 桃园 云林 嘉义 嘉义 土积城可多了啦 对 通通是我一件的多 我跟你讲 那你不要 我小时候 养鸡好辛苦 好可怜 我现在好不容易 买了一块地 我盖了土积城 弄了小本生意 疫情来的我还没有生意 政府还没有补助啊 要不要 要不要大家情绪勒索 你叫这些县市首长 当年南铁东移的时候 他也没被任何人 如果要用所谓的情绪勒索 他也不为所动 他凶的了 他好凶 很凶啊 很凶啊 哇 执法铁碗如山 表现你的魄力 人家合法的方式 是 人家合法 对不对 你怎么说呢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今天赖清德 为什么当邱毅把他取名 叫赖皮了的时候 民调至少掉3%到5% 就这个原因嘛 因为你的态度 就刚才那个 阿亮哥讲的态度 如果你一开始讲说 哎 真的很抱歉 那因为当年 这个就地点嘛 那我妈妈在那边住习惯 不要去讲以前的事情 我妈妈在那边住习惯 那他老人家 也不愿意到台南来 走林右舍习惯 那我就把它盖好看一点 那真的没想到 因为那个地方 本来就不能申请建造 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做 情非得已 那请大家谅解 那我妈妈 现在也不需要住那边 那所以 的确是有法律的边缘 或违法的问题 我跟他道歉 那我会想办法 再适当的处理 那现在选举期间很忙 没办法处理 你等到我 我选过了以后 我再来处理 大家通行打你 觉得你态度对 你诚恳认错 没有人会怪你嘛 比如举个例子 黄国昌回去 把他老家就拆了 有人会指着黄国昌 你干嘛当时怎么盖 怎么盖 不会吧 黄国昌觉得了不起啊 对不对 还有国民党的气质立委 候选人廖千祥 他也违法一个 架盖的东西 这年轻人有魄力 对不对 大家都拆了啦 对 大家都拆了 柯文哲马上把他 地皮给刨了 对不对 这个叫做好的示范嘛 这个叫做 台湾要往前进步嘛 难道你再说 不然你要努力喔 那就不行了好不好 所以赖清德在这里 坦白讲犯了错误 所以我一开始想到 他如果落选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因为其他案子都伤不到他 这个案子就伤到他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上です 太阳松位 一下剑 公司 ave 责公司 不吝l 18 the